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台风的环流的影响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就长浪部分 我们整个东边的海面 都已经有三到四公尺的浪高出现 甚至在比较靠近台风的地方 就是台东外扬 也有八米以上的浪高 那到其他海面的风浪也在增强 我们在阵风附近 也发现在蓝雨附近有十二级的强阵风 关克其哈克沿海地区的强阵风也在增强中 所以我们真正要提醒 今天还有明后两天 其实台湾附近的海面的风浪 以及沿岸的强阵风真的会越来越强 提醒大家真的真的 不要同事海边以及海面上的任何活动 那么这个台风在直线接近的过程中 我们预估它未来在今天直线上北转以后 在明天以及后天两天 去通过台湾的东方海面 所以这个周末是台风最接近我们的时间 还是最接近我们的时间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为止 台风的外围雲气 带来一波一波的雷达回坡 我们可以看到一波一波的降雨雲气 事实上它已经接近到我们东部的陆地 所以东半部的陆地 事实上从昨天深夜到今天清晨 它就断断续续下个雨 不过当然进来的结构还并不会很扎实 甚至中间有时候还是可以看到阳光 但是随着它逐渐的向北 假如其实今天下午以后到晚上这段时间 整个东半部地区的降雨时间 就会越来越多 因此气象局也针对了 今天在台风外围环游影响之下 整个东半部地区 还有离台风比较近的绿岛南雨地区 以及北部山区发布大雨特报 谢谢大家 台风现在接近 周末不论它有多靠近 它就影响我们最近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这台风动态